Hello 今天继续和大家讲飘眉 有些朋友会问他想做到最自然有没有什么原则 有的 如果你的眉毛天生不是太少 只是薄弱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最自然的原则 就是尽量保持自己的眉毛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修理自己的眉毛 所以保持自己最多最浓密的地方 但是我们用飘眉的方法去补足缺陷的地方 例如跋痕的位置 又或者通常香港的女生都是后面的眉尾比较散的 所以我们可以集中做眉生线眉尾的位置 这些就做仿真 眉头的位置 除非你真的好开 不然我们保持自己的眉毛 这样就可以做到最自然 当然 另一件事就是颜色 颜色是最贴近自己的眉毛的颜色 在这两个原则下 飘眉的效果就可以做到最自然 大家要注意的是舒服 什么是舒服 就是你自己画完 给我们飘眉师画完之后 你会觉得有没有哪些位置 你看上去觉得不顺眼的 我自己也是一个女生 也是贪美的 所以如果我被人化妆的时候 或者被人做任何事的时候 我当鞋已经觉得有些位置硬硬 或者是不舒服 其实回到家 你只会更加觉得那位置有问题 所以我自己作为化妆师 也好 飘眉师也好 我先会设计了眉型 我告诉你我的专业意见 但最后我也会把决定权给你 有时你未必知道 哪些位置 或者未必知道 怎样去说 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尽量也会用一个 引导的方式去问你 你哪些位置 觉得有什么问题 比如高低 或者粗有是什么 你觉得不舒服 我们改到你觉得 你看上去舒服 开心 这就是最重要的 因为始终记住 眉是你每天对着的 所以必须是你做之前 觉得舒服 没有觉得硬硬才开始 会好些